好 刚刚进行了第一轮的Routine Battle 那我们先听听观战的两位队长 他们的感受是如何的 佳儿 嗨 佳儿 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那句话怎么说了 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好 一个成语 好 好 就是看你喜欢哪一个类型 哪个更是自己的菜 哪个更是你的菜呢 这句话得罪人的 没关系 就是纯感受来讲 你觉得哪个更好一点 更是我的菜 更喜欢你 对 对 我的风格在这一轮是汉梁哥这边的 汉梁哥这边 汉梁哥这边 一心 我觉得这一轮是不相伯仲 不相 两个人用了两个成语 可以说好 可以说是 一从开始就已经燃炸了全场 对 堪称完美的舞台 太棒了 这么官方的发言 但是 比我们团队差那么一点点 这个好好用 好 双方队长可以对自己的战队 和对方的战队点评一下 我对于我自己的战队还挺满意的 然后很完美 因为我们确实有BBOY很多在队里 然后这个水舞台 手啊脚都会影响他一些招式 但今天发现就是做的真的很完美 没有败招 所以我很满意 那觉得娃娃酷宝战队的表现怎么样呢 也特别好 由哪里让你觉得很特别吗 小明 刚才那个砸水那一下特别帅 就是林梦把他啊趴在水里 那钟老师 他们很多那种地板动作 然后跟水的关系其实特别渣 特别渣 但是我觉得我们娃娃酷宝更完美 中老师刚刚亲自下场跳了一下 感觉是怎么样 我们其实在这个舞台上面 发现原来问题很多 就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有不止一个滑倒受伤 然后小姐还因此而把这里的 很尴尬的地方拉到 然后 但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彩排的经验 我们发现不是动作多 动作密集就是一件好事 有时候是适当的停止 所以我们善用了减法 就把我们动作的大量删减 然后形成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表演 从这个舞台跳完了以后 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下次是游的舞台 我都知道怎么样跳了 那杰哥有没有偷瞄他们表现怎么样 非常棒 因为我一般都在后面看的 我说 杨凯出来了 专门设计了的 但是唯一一个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 你们有个那个道具那个雨伞 坏了一个 有没有 都是新的 但是有一个 扁了 我觉得影响整个画面 我们没有我们很完美 虽然我们的伞有一点点问题 但是人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为什么 其实我们任何一位舞者 他肯定都有伤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跳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痛病快乐着 但是没办法 我又不是自己想受伤的 我还想出彩的 身为一个专业的舞者来讲的话 不管这舞台上是水或者是油 都必须得给他hold住 是不是 谁都是第一次来尝试这个舞台 对不对 今天我一波王炸霸气侧漏 这水 别说两公分 就是两你 今天我们都给他hold住 有没有问题 下一趴 更炸 我队长要放大招了 我们现在的票数 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 请两队向后转 第一波王炸霸气侧漏 第一波王炸霸气侧漏 第一轮比拼 这个票数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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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接近 只差一票 我就说刚才看得好 看得差不多 分数是五十比五十一 天哪 提前能够先拿下一成的是哪支战队呢 其实第一首歌在娃哥那边刚出来跳的时候我就有觉得哦 是这样的风格 那我们觉得我自己组还挺 OK的 我们这边 有四个逼不外在 可能会比技巧上有一些压倒 所以蛮有胜算的觉得 因为我们我觉得准备够多 我们练习够多 而且我们组的优势就是整齐 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 让我们恭喜 让我们恭喜 博弈博一波王炸队 以五十一票 先下一成 博弈博一波王炸队 以五十一票 先下一成 我自己而无 不需要转空 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 我自己而无 不需要盲目 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 我最想找不到 是为了找死 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 但我站在主帮 背上你却遇到 应该跟我说 Hey 刚开始在跳完之后 我觉得我们肯定会赢 而且我们整个气势 跟平常排练的那种感觉 完全不一样 就是平常排练的感觉就是水 真正的上到水舞台 我们一点都不水 第一轮跳完的时候 我们整个队伍信心被整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气场 已经非常地足够 hold住了整个舞台 就是说那边要淘汰两个人 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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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是有一点点不知所措 就是真的没想到 我们这么有信心的表演会 就差一票就是你这样 就是你说票多一些 输多一些 比如差距大一些 心服口服 可能编排啊各方面 没他们好 炸点也没他们多 但是就那一票心里难受啊 真的难受 特别让我震撼的就是这一次的水舞台 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么震撼的水舞台 所以对舞者来说的话 这一次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 既然是水舞台的设置 那么水的舞台代表了水属性 如果把它放到一个艺术作品里 对于编创者来说 本身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我把票投给了一波王诈 他们整个舞蹈团队活力更强一点 而且在道具的使用上面 更有一些小心思打动到了我 一波王诈里面的很多选手 是五天白头型的故者 很多b-boy的元素 其实并没有很突兀地呈现出来 就四个b-boy在水中 你会觉得他们融合的特别好 他们的大招 他们的一些动作的连接 其实整个撑起了这支棋舞的作品 然后开头杨凯跟步步的一些动作的衔接 你会觉得原来就是breaking的舞者 也可以很好的融入到一个棋舞的作品中 其中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是 电门站在中间 然后其他人四散开躺在水中 然后电门去做卫舞 我觉得那一刻有炸到我 钟翰良在他们那个舞蹈里面 是融合的特别的好 包括以他为核心 身边的队员去跟他进行一些卫舞的一些配合 我觉得他跟整个队伍的融合性非常的高 另外就是他们有很多的男女的配合 这点我觉得特别好 王一博那边的是以battle型的舞者为主 钟翰良老师那边的战队呢 除了有battle的也能排棋舞的 所以说那边的话 棋舞的经验 我想的话是要比对方 王一博那边是要多得很多的 两边队伍的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波王炸他们做的就是用气势跟高超的难度的技巧 去压倒对面 挖挖酷包 就他们的动作编排可能相对来说 没有一波王炸那么的难 他们没有那么多高超的技巧 但是呢 他们能够让人很清楚的接收到他们的思路 他们的信息 而且跟宁月很贴合 现在先请各组备战 哇 其实其实第一轮的第一票蛮重要的 第一轮第一票蛮重要的 气势也会在这里边 对